花东观光区联盟平台已经成立了两年的时间 整合了花东纵谷观光资源以及特色业者 而花东纵管处7号上午特别在花莲的汉平酒店 举办了花东观光圈联盟的交流会 希望透过交流整合将观光资源透过组织的目标 进行规划以及执行 花莲与台东纵谷观光圈 品牌亮点改造计划今年已进入第三年 为了凝聚观光品牌业者的意见 并且提供年度行销计划以及目标 花东纵谷管理处特别举办座谈与交流会 花东纵谷也将持续提供资源挹注 借由设计团队的专业协力之下 持续挖掘区域内的潜力新兴 透过改造及加值的服务与专业的赋予课程 共同提升服务亮能以及建立品牌的知名度 观光局就是以观光圈的方式 希望就学习这个从地方观光组织的方式 希望从地方对观光发展有些意见 能够透过他们的意见整合 来给我们管理处做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从食素游构型的部分 能够做一些游程的推广 那包括我们会把这个花莲的这个特色 这个旅游特色把它营造出来 然后有一些特色的游程 然后结合这些食素游构型的部分 做一些促销或是一些推广 那也会到我们很多的国外的国际市场 做V2V的推广 以及一些影片的行销 也希望有一些自由行的游客 能够来我们花东旅游 此次的交流会议在花东重谷管理处 邀及了亮点业者以及业界 知名人士对花东观光圈联盟平台的品牌 进行永续旅游与游程的规划 定价策略与通路行销 在由业者以食物的分享建立改造之后 希望透过地方品牌的连结推广 建立互相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记者凌桀花林市采访报道